2022年8月19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新闻一开始让我们关注 纳吉SRC洗钱案最新进展 前首相纳吉SRC国际公司洗钱案 最终上诉阶段的律师团队阵容在有进展 纳吉解雇在意伊布拉辛的律师事务所 作为此案的事务律师 纳吉SRC国际公司洗钱案最终上诉 今天进入第二天的零审 在今早大约9点36分开庭后 主控官西弹巴兰介绍控方和辩方的团队成员 随后首席辩护律师郑保德告诉 以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敦东姑麦润为首的五司 上诉人纳吉已解雇在意伊布拉辛的律师事务所 作为本案的事务律师 针对纳吉解雇在意伊布拉辛的律师事务所 作为此案的事务律师 五司表示会记录在案 在昨天的第一天临审中 此上诉案原本的律师团队成员 由首席辩护律师郑保德 协理律师纪委伦和罗伟勒 在意伊布拉辛律师事务所的刘德发 卢本·马迪亚·拉瓦南以及在意伊布拉辛 随着纳吉解雇在意伊布拉辛的律师事务所 目前此案律师团队剩下的成员包括 郑保德、纪委伦和罗伟勒 值得一提的是 在昨天郑保德在五司拒绝展颜上诉临审后 向五司说明要退出此案 但遭五司一致驳回 无论如何虽然郑保德依然是此案的首席辩护律师 但郑保德已表明他将不会参与此上诉案的陈词 并坦言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为此上诉案做好准备 另一方面 纳吉说因为他当时做出认为对自己最有权益的决定 时到如今他陷入一个获得辩护和公平审讯的权利 是虚无缥缈的境地 并对此感到绝望 他说由于他的SRC案在高庭中被判罪名成立 上诉庭提出的上诉也败诉 因此他认为有必要以新的角度看待案件 为最终上诉主案中带来新想法 他昨天发文告强调 他的意图并不仅仅是为了拖延法庭审讯 反之是因为英国女王律师乔纳森·莱德劳 一为他辩护的申请 是在距离联邦法院已责定的临审日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被驳回 因此他需要突然聘请新律师 另一边乡主控官西弹巴兰指出 纳吉辩称不知道4200万令吉资金的来源 这是一个蓄意的谎言 他说因为上诉人纳吉在起诉马华前总会长 敦林良时诽谤案的宣誓书中 证实他知道4200万令吉来自SRC国际公司 而且流入了他的银行账户 西弹巴兰代表达辩方陈慈时指出 第55名证人职业律师蓝吉兴的供词 说明了上诉人曾在起诉林良时诽谤案的宣誓书中 承认接受来自SRC国际公司的4200万令吉 此外西弹巴兰今天陈慈时指出 当4200万令吉资金汇入上诉人的户头后 上诉人很乐意动用这笔资金 无论如何他指出故意视而不见并不是反驳的理由 换个焦点 俗称卖猪仔的打工骗局 除了发生在柬埔寨之外 包括缅甸和辽国等位于金三角地区的国家也是重灾区 辽国金三角经济特区更成为暴力集团掌控的罪恶之地 就连当地执法单位也难以入内执法 导致各国大使馆的救援行动受阻 据叹息 辽国金三角经济特区如今已由中国诈骗与暴力集团操控 当地执法单位要进入这块区域不容易 加上大部分大马猪仔都是非法入境该国 大马驻辽国大使馆想要救出他们也有心难使力 马来西亚驻辽国大使馆公使贤参赞 拉菲卡哈组拉接受访问时指出 虽然救援工作频频受阻 不过大使馆在过去一年的积极努力下 如今已救出29人 他坦言的确有不少大马人身陷打空骗局 而受困辽国成为主宰 大使馆从去年到现在 一直都马不停提底追踪这些人的下落 目前仍然有37名大马人等待救援 他也透露这些被骗的受害者几乎99%是非法入境 因此大使馆要救人也需耗时谈判 换一则新闻 随着泰南野拉陶宫及北大年三府日前发生连环爆炸及纵火事件 物动保安当局日夜进入全镇戒备状态 在室内街道检查来往摩托及大小车辆 以确保游客在良好的保安下尽情观光玩乐 物动市长陈富翔对镇上的保安措施深具信心 保安当局不时开会检讨室内的保安 让物动成为安全的旅游胜地 他说在疫情方面目前新冠肺炎已经缓和 同时泰国也解除管制令 入境手续也放宽 游客可放心前来观光 但在自我保护和保护他人下 也必须佩戴口罩、勤家、洗手等卫生措施 今天的新闻给您播到这 感谢收看